孩子得了新冠会比大人更严重吗? 都是什么表现? 发热以中高热为主,多数是高热,但是高热并不等于重症,也有一部分新生儿和婴儿表现为体温不升,一些儿童伴有惊觉,大多数是在发热的时候出现,或者发热以后出现,一些婴儿会出现喉咽,表现为声音嘶哑,或哭闹时不能发出声音,全肥养咳嗽,重的时候会出现呼吸困难,发肝,儿童消化道症状更明显,比如说恶心,呕吐,腐烈, 护胀,腹泻,虽然多数儿童是上汇道感染,但是由于儿童呼吸系统发育不成熟,免疫功能不健全,感染后有可能出现重症,因此需要密切观察,如果孩子出现持续高热不退,精神变差,烦躁,嗜睡,惊觉,频繁呕吐腹泻,不能进食,喘息,呼吸急促,呼吸困难,发肝这些表现的时候,要及时到医院就诊。 感谢观看